巴黎奥运周期已经结束 中国女排也已回到国内 虽然奥运会输得可惜 但队伍还是要重整旗鼓 提前布局洛杉矶周期 对于排协而言 首先要做的第一项任务 就是选定新周期的主帅 究竟是继续留任蔡斌 还是选择新教练 乃至是聘请外教 早在奥运会开打前 就传出了蔡斌已经留任 会带领中国女排 继续征战28年洛杉矶的消息 虽说本届奥运会没有闯入四墙 但拿到第五名已经算是超出期待 尤其是小组赛三连胜 接连战胜美国和塞尔维亚 两支强队 对阵夺患热门 土耳其也只是惜败 这也给蔡斌留任增加了砝码 不过新周期中国女排的难度 还是相当大 很多球员都会选择退役 开启新人声 这就需要队伍重新培养人才 重新确定体系 此外外界对蔡斌的评价并不好 认为他暂停不及时 换人不够灵活等 已经60岁的蔡斌 这个担子也是一个未知数 根据土耳其媒体的消息 因为中国男排聘用海宁初见成效 所以中国女排也有可能会效仿 首次聘请外交 已经确定离开塞尔维亚女排的古德蒂 和波兰女排主帅拉瓦里尼 成为热门人选 不过这两位名帅 应该很难执教中国女排 首先拉瓦里尼已经和波兰完成续约 中国队要想挖脚 还得付出违约金 古德蒂的水平和菜宾 其实差不了多少 古德蒂执教土耳其女排 未能取得好成绩 转战塞尔维亚女排后 也是止步八强 本届奥运会 蔡斌的用人和临场指挥 还是要优于古德蒂 这两名教练属于两个极端 蔡斌是不到万不得已不换人 古德蒂是随心所欲的换人 若是用古德蒂的话 蔡斌的性价比更高 如果找不到合适的外教 如果还是要启用国内教练的话 蔡斌仍是第一选择 其实中国女排要想请外教 日本男排的布莱恩是个不错的选择 布莱恩已经卸任日本男排主帅 下半年就要前往韩国俱乐部执教 久征亚洲赛场的他 对于亚洲排球 还是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解 不妨可以考虑一下 奥运会发挥出色的李盈盈 又被土耳其媒体传出流洋 这次不是前往费内巴切 而是加盟袁新月所在的瓦基夫银行 从东京奥运周期开始 李盈盈每年联赛结束 都会传出流洋吐超的消息 但没有一次是准确的 虽然大家很希望李盈盈能够出国打球 但实际情况却是很难 尤其是24至25赛季更难 一是天津女排已经没有了袁新月 要是李盈盈再走 拿什么和引进了双外援的上海 辽宁去争冠呢 二是马上就要到全运会预赛 另外李盈盈奥运会结束后表示 可能没有下一届奥运会了 说明她已经有了退役的打算 这两个月